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的 克莱顿开始下意识的违抗母亲的意愿 他和母亲的助理萨曼谈起了恋爱 但是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维持了一年的地下恋情 萨曼非常的不满 哭着表示自己的委屈 一场穷妖对话打动了克莱顿 于是克莱顿不仅向母亲坦白和萨曼的恋爱 还背着母亲带着萨曼直奔教堂成为了合法夫妻 两人的小日子看似要幸福起来了 就在他们滚床单的时候 克莱顿接到医院的电话 找到了能够匹配克莱顿身体的心脏 但是由于捐赠者是车祸死亡 所以心脏手术一定要快 在医院里 克莱顿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虽然因为克莱顿的偷偷结婚不然大怒 但是生死有关 母亲还是为克莱顿找了心脏移植手术最权威的一生 克莱顿又一次反抗了母亲 她坚持要让自己的好友老黑给自己做手术 即使老黑身上背负着三起医疗事故 母亲拗不过克莱顿 只好应允 镜头转到手术当天 克莱顿被打了麻药以后 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 但是意识还是清醒的 他深切的感受到自己被刀划开的痛苦 并且还能听到旁边人说的话 克莱顿听到老黑和他的助手打算给心脏打一针镇定剂 让克莱顿的身体产生相排斥的症状 从而杀死克莱顿 克莱顿一听崩溃了 但是他的身体无法动弹 恐慌的他想起来的时候 没想到灵魂脱离了身体 他看着手术台上闭着眼睛的自己 打算出门告诉母亲和萨曼有人要害他 但是他的声音没有人可以听到 出门后看到萨曼的表情并没有担心丈夫的表情 而是一副阴谋得逞的笑容 这个笑容让克莱顿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下 克莱顿走到老黑的办公室 在墙上看到了一张照片 原来萨曼曾经在这家医院当过护士 当时跟着老黑发生了多起医疗事故 几人赔的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于是几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让萨曼去应聘克莱顿母亲的助理 之后想尽办法和克莱顿恋爱 再呼吁他结婚 这样等到克莱顿死后 萨曼就能拿到克莱顿一半的财产 知道一切后 克莱顿毫无办法 他回到了家 躺在床上后悔自己和母亲作对 也在静静的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当床头灯熄灭的那一刻 手术台上的克莱顿死亡了 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火苗 母亲抽着烟坐在克莱顿的旁边 克莱顿看着眼前的火光不知所措 原来克莱顿的母亲也一步一步的知道了萨曼和老黑的阴谋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告诉自己找的权威医生 要把自己的心脏捐给儿子 自己则吃了大量安眠药 昏迷了过去 医生赶紧将母亲推进手术室 为克莱顿再次做起了心脏移植的手术 老黑和萨曼一行人 还没走出手术室就被警察抓获了 但是移植完心脏的克莱顿却一直没有醒掉 其实克莱顿的灵魂和妈妈的灵魂正在一起 懊悔的克莱顿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母亲 但是妈妈却告诉克莱顿 克莱顿的父亲是一个渣男 虽然作用商业帝国 但是经常家暴母亲 又一次竟然想要家暴克莱顿 母亲情急之下将父亲推下了楼 造成意外坠楼身亡 为了克莱顿的健康成长 母亲将这件罪恶的事情自己承担了下来 在母亲的说服中 克莱顿决定带着母亲的爱回到人间 他跟母亲告别之后 在手术台上醒了过来 只是以后都见不到自己最爱的母亲了 这部电影的结尾部分非常的温情 每个孩子都有叛逆的时候 没有家长会责怪自己的孩子 但是希望孩子们也能理解父母 他们不会伤害你 而你特立独行的叛逆可能会伤害的父母 多和父母沟通 告诉他们你想要的什么 不想要什么 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告诉他们